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音 今天是11月14号还是15号,我给忘了 是我从北京骑行去拉萨的第二天 昨天就是在这里录影 这是北京郊区门头沟 山里边,永定河边 然后现在是上午的9点多钟 准备起来把装备收拾一下 然后就继续出发 今天天气感觉不太好 天空看起来就蛮压抑的 然后感觉空气也不太好 这边可以看到在搞工程 所以难免空气里面有一些浮沉 弄点水把帐篷底下擦一下 好多灰尘都是小臭狗从外面带进来的 收拾的差不多了,现在洗漱一下就可以走了 我在户外呢一般用湿巾来擦手擦脸 这个东西比较方便 特别是水不太充裕的时候 用它来擦擦手擦擦脸 一包湿巾也不贵嘛 然后可以用好多天 然后有的时候在户外几天洗不了澡 然后有的时候在户外几天洗不了澡 也可以用湿巾拆擦擦 在这躲躲藏藏的干嘛 一看这表情就是干坏事了 天呐 你看蝶木这种表情呢 它就是干坏事了 你这是跑哪里去了 你别碰我 前两天给你洗的澡白洗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蝶木特别不爱干净 上车吧 上车 对 好,我们该出发了 天呐 干干净净的小辈子 就被你搞的 好了,我们出发了 出发了,出发了 出发了 好多天没骑自行车了 然后昨天骑了一天 今天屁股好痛 我现在是沿着永定河 然后往北走 这条公路是109国道 金拉县北京到拉萨 说实在的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109国道是从北京出发的 路上车还蛮多 但是好在它有专门的飞机动车道 你爬在后面舒服哈 垫子这么厚 妙峰山 这就是妙峰山了 在网上的时候 经常能刷到一些 北京玩公路车的朋友 他们上妙峰山来骑行 看起来这个山不太高嘛 但上拖车以后 骑起来蛮费劲的 稍微有点坡度 就上不去 现在先一口气 等它10公里再说 根本登不动它 不过慢慢来的 这次拉了个坡车以后 每天肯定是走不了多长的 这里的坡还不算什么 其实走过这么多地方 我感觉云南贵州 反而是最难骑的 那地方山太多了 动不动就是二三十公里的长上坡 岸山公路一直绕啊绕啊绕啊 你一整天都得耗在那上坡 山谷里面有一片很大的工地 应该是在修桥吧 好高 看起来应该是在下面做成预支箭 然后吊上去组装的 好高好大 好高好大 看了一下好像 这是全缸的 太厉害了 沿路几十公里都是工地啊 所以泳定河的水才这么混 不过到这一段已经干净多了 这里没人撒开来让它自己玩一会儿 哈哈哈 叼着绳子自己溜自己是吧 它现在耳朵好像不像以前那么软啪啪的 可能过段时间就能立起来来 一天天的就是跟我的 跟我的扣子 跟我的鞋子过不去 那吃到不用盖了 不用盖不 不用不用 我就路边吃 你给我筷子就行 好谢谢 要了一份炒粉 老板给我折磨大一碗 这是宽的 我们那边叫河粉 我们那边的炒粉是那种圆的 凉的 但是味道不错 我先吃点吃饱 然后为这个小家伙吃点狗粮 五点钟了 然后快天黑了 我在地图上找到一个 应该是能露营吧 这个地方 也是在泳定河边 这里原来呢 应该是有个沿河的小公园的 不过几个月以前被 发大水啊 冲毁了 这里肯定是可以露营的 来下来吧 一会儿就把帐篷搭在 这里 这底下还挺干净 上面呢只有一个框架 它是没有顶的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很多公园都这么弄 不知道意义何在 加个顶多好呀 可以挡雨 河对岸呢有一个小村子 然后这边是应该没什么人过来 这样的话小狗可以自由活动 挺好的 这个样子应该是一个烈士陵园吧 确实是 没关系 烈士陵园前面露营一点都不用怕 现在我先去把帐篷搭起来 一会儿呢在这个下头吧 找一个开阔一点的地方 擂个炉子做饭 过几天我才能拿到我的柴火炉 刚把帐篷搭好就开始刮大风了 然后我就和小安妮直接睡觉了 刮大风以后在野外生火做饭 不太安全而且也很难弄 大风一刮锅里面一锅的沙子 今天就吃点干粮吧 搞不懂我这山谷里面怎么会刮这么大的风 两边都是山挡着呢 小家伙睡得好熟啊 今天就这样吧 直接躺下睡觉 把小安妮都吓醒了 昨天是在河边的一个小公园露营的 从六点钟开始刮大风 一直刮到几点早上 自行车都给我吹翻了 现在准备起来赶紧收拾东西 离开这里风太大了一刮风好冷 这车又给我吹翻了 太大了 只有帐篷都飞准了 糟了帐篷竿都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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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上车 准备出发了 坐好啊 一会儿 坐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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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坐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山还挺高 这夏头是一个水库 摘堂水库 北京周边有几个大的水库 官厅水库 密云水库 北京是重要的生活用水水源地 进了山以后空气干净多了 一路过来很多地方在修路 这都是几个月前那场洪水留下的痕迹 对面半山腰上有一些老楼 这应该是一个老的三线工厂吧 西南地区是大三线 然后其他各省有一些小三线的工厂 是当年备战苏联的时候 一般都是生产一些武器装备的 昨天刮了一夜的大风 但是今天白天温度还行 一点也不冷 现在呢是在北京和河北交界的山区 今天爬了一天的山 虽然坡度不大吧 但是一路过来好像都是上坡 这边乡镇里面 看私家车好多啊 路边都停满了 今天的路不太好走 很多地方都在修路 不过这里的天空已经很蓝很干净了 沿途的村镇看到了很多这样塌掉的房子 应该都是前段时间发洪水冲垮的 参与灾后重建人员可于超市免费淋水 买点东西 然后准备在这周边找个地方录影 看太阳已经落山了 夕阳下山蝶这山 有古代山水化的意境了 不过这边在修路啊 到处都挖的坑坑洼洼的 核酸采样点 原来这是镇上的 以前在路口用来采核酸的 那现在用不上了 拖到这里来了 历史文物啊 这是属于是 过去的三年了 真的像一场梦一样 对很多人来说 肯定这辈子都难以忘记 前面的是一大片玉米地 然后那边不远 就是镇子 今天他就打算在这里录营 靠着这个铁皮房搭帐篷 一会儿打算把帐篷搭在这个位置 这是瓷砖吧 稍微干净一些 我露营的时候吧 不怕潮湿 最怕的就是这种沙土地 因为他会把装备上到处弄的都是沙子灰尘 很难受 那边是个工地啊 在修高速 这个点工人还没下班 他们在 那个火花那是电焊吧 哇 看起来好壮观 刚搭好帐篷就起风了 看了一下天气预报 大风蓝色预警 今天晚上还得刮大风 这个小家伙风跑了一阵 现在累了 还好我把帐篷的四个脚绑起来了 这风真大呀 这里刮风啊 不是一直刮 它是一阵一阵的 我的帐篷搭在这个位置 直接给我吹到这儿了 还好我这边拉了绳子 要不然直接飞了 帐篷里面全是土 我的天哪 我的睡袋表面全是灰尘 但现在想换个地方 也没地方换呢 有什么东西反光 不刮风的时候 四下里倒是挺安静的 然后能看到星星了 这边说明空气确实好一些 不过还是有很多浮沉 好了现在准备睡觉了 今天帐篷里面好多灰土啊 感觉很难受 真的不太喜欢这种尘土飞扬的地方 睡袋表面全是灰 不过没办法 今天就只能这么睡了 明天弄点水 然后用毛巾擦一下吧 早上的九点钟起来了 昨天晚上又是刮了一夜的大风 然后我这个房子 没起到什么保护作用 我现在起来收拾东西 看我这个帐篷 快毁了 里面都是风刮进去的沙子 装备收拾好了 现在回镇上去吃个饭吧 等我哈吃个饭 真的饿得不醒来 我们喝点水了 行吗 嗯 个儿大喝点 行 那边一个干净 起这种得行 行 有点溶腹 溶腹在这边得行 那那一次就行 这两天刮大风 然后加上 门头沟这边 野外又近乎 所以晚上都没有正经吃饭 这木鲜肉炒来挺好吃 很下饭 这道菜啊 好像 就是北京城发源吧 好像是和那个 紫禁城里面的太监有关系 他就是不能倒退 我移者走了哈 好再见 吃完饭就继续出发了 这边有一个北京的朋友 专门开车过来看我 就赶紧出发了 再见 感谢观看